在租客拿回坏了的爐頭,我做一點研究,大家當作一個資字,或者一個簡單說的維修教學 首先回來的時候,沒有了按鈕,因為我給他的爐頭,又是沒有了按鈕 於是我就拔了按鈕,給了他,如是這裏就會少了按鈕 不過不要緊,因為這部機器也不知道能不能修理,如果能修理的話,下次再給別人的時候,又是拔了按鈕,大家交換 通常都對,當然又可能不對,但通常我告訴你,通常而已 他投訴兩件事,第一,一個爐頭通常是四個洞 裡面當然有一些線圈,叫做Heat Elements 他就說,這兩個,一向都不穮,而這兩個,就是長著,不可以調溫度,只會長著 聽下去,似乎這件事故都多多,事故多多的話,值不值得弄呢?不知道 現在示範給你看看,到底有什麼可能,機會性會壞的東西 首先,我們要知道,很多時候,如果,插頭,這塊板是插得開的 一般爐頭就這樣蓋起來,其實這塊板就這樣托開的 接著它有兩條鐵線,好像車頭蓋一樣,撐著 鏡頭一轉上去,看不看早上有沒有燈呢? 燈啊? 等一下,我燈回來 一般來說,如果爐頭經常都不著 或者是時著時不著,很多時候就是這個插鬚 這個插鬚,因為我們中文叫爐餅 插了爐餅,插了之後,每次放一個鍋子的時候 都會震盪到爐餅 這裡是會有磨擦的 有磨擦的話,弄一下有火花 火花,然後變成碳屎,令到它接觸得不好 好,到時就可以換這塊東西 我給個相片給你看看 這些就是那個相片 這個是全新的 裡面會看到一些接觸點 爐餅有兩隻腳插進去 直接是乾淨利落地接觸,就會過電過得好 好 但我未知是不是它 所以做過一點測試 整個爐已經插了插鬚 插了插鬚之後 首先我會轉動那些按鈕 對我來說,我先轉動那些按鈕 我先轉動那些按鈕 這裡有一個叫Element的燈 在這款來說,有一個Warning Night 就是Element 即是說你開啟了之後 這盆燈是會亮的 但它不亮 它不亮 它不亮,已經有一個表示 告訴我,按鈕不太好 另一件事,就是我轉動的時候 它不得流暢 它感覺是有些東西 卡住一下 卡住一下 我感覺這個按鈕本身已經有問題 我先關掉它 按鈕就是它旁邊的 一開 看不看一盞燈會亮 這個是外面的小爐餅 我呢 就拿一個他錶 量度電壓 以我這個錶來計 以我這個錶來計 你可以選擇200W 或者600W 因為這個系統是240W 所以200W是不夠量的 就要撥去做600 我先把按鈕關掉 插了那兩支測試棒 進去那個爐那兩個contact位 249 248 它有電到的 而燈又亮 這個爐基本上是沒有事的 暫時來說 我就再量度另一件事 就是量度前面這個 最多機會用的 因為你向前面呢 很多人用爐頭都是用前面那個的 很少人 裡面已經少人用了 因為不就手 所以多數用外面那個 我同樣 拿一個測試棒 這個 這個 就 make contact 進去 前面這個 開著它 開不到 我亦都 沒有電來到我這個 它錶的位置 那很可能 真的這個按鈕不行了 那就是說整個維修成本 這個按鈕首先要換 另外呢 他說投訴 這兩個是長著 那我因為沒有爐餅 在裡面呢 就試不到的 所以現在我嘗試放爐餅 進去 製造的東西都沒有放在桌面 有機會 有機會 就是 過熱的 這些不用我教了 這些很多人大家都自己吃得了 擦爐餅出來 有時候你都會做清洗的嘛 好 到底這個爐餅 會不會熱 或者會不會好像那個 租客說的 是過熱呢 等一等 有一個比較 common的維修 就是這樣的 記住 四個爐餅 你一定是經常用外面兩個 如果你任何情況 可以 先敷 你可以 這個按鈕 這裏是壞了 是這個爐餅的 我可以 用這個爐餅的一個按鈕 就是這個 咦 開了按鈕 是這個 現在開了這個 我稍後再理它 現在這個開了 因為那些煙都在出 對了 講到哪裡 講到 你四個爐餅 不是每個都用的 是不是 那你以為裡面兩個 是好的 你就可以調它出來 用在外面 當然它所聯繫到的按鈕 就是這個 就等於這個 那我可以互換的 現在我說了這個按鈕 是控制這個的 我可以拆這個按鈕 這個 沒錯這個 這個是大爐餅 我可以拆這個按鈕 和它對換 那我就會得到一個 沒事的按鈕 去控制這個爐餅 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是沒有成本的 但是你的犧牲就是 以後那個是不會穿的 就這麼簡單 你看你 是不是一定要整個爐頭換掉它 因為 好像我這個案子 如果我去買個新的爐 就這樣長期放在那裡 很無謂 通常都是 可能租客說 我說 我煮不到食物 你要馬上送爐給我 這樣 你去訂也要時間 所以 有時候我會把一些 OK的 還可以的 保留著 現在這裡 已經暗紅了 暗紅 我看看可不可以做到 色細 因為那個租客說 關不了 好啊 他說這兩個都懂不懂 那現在 那這個角度拍呢 這樣拍呢 現在是紅的 看見 紅的 生細一點可不可以呢 好啊 可以啊 現在那個紅已經沒有了 不覺得它有問題 再翻翻 開大一點 聽到Dark的聲音 Dark的聲音是裡面有一個relay 去接通 而給電 這個似乎沒有問題 好啊 嗯 因為如果我不關燈 你很難看感應 就是 看到那個顏色是開始變紅的 如果我不關燈的話 好 這個應該沒事 我們拔個掣去旁邊那一格 這個扭下去 都不是說很暢順的 我聽到有些 有些聲音極極格格 即是可能這個按鈕都不行 那如果這個按鈕不行 跟我所說 剛才要對換 跟它對換 那個 想法呢 應該不可行 兩個按鈕都不行 好了 OK 你可以買個按鈕 你可以配個按鈕 沒問題 但你配那個價值 可能已經是貴過石 這部機的二手價值 所以是 beyond repair 除非你 這麼幸運找到一個爐頭的按鈕 跟這個一模一樣 如果不是 都沒有什麼機會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又嘗試拆開它 看看裡面的按鈕是怎樣 因為這些爐頭 都會有些油脂 油脂 通常我去到這個位置 就會帶手套 先把按鈕拔走了 插鬚 這部機剛才插了插鬚 也都應該要拔除 以免危險 現在後面有些螺絲 我鬆開它 十指 這些爐頭 其實設計是很大同小異 除非你一跳 就跳去做玻璃面 玻璃面就有少少不同 那個heat element有少少不同 看看 可否用最簡單的單的方式 拿起個殼 先 暫時還未開到 那我嘗試再 再開 開這塊背板 它落到這個位置 先開背板 拆開背面 看看我們按鈕的位置 這一隻 就是 扭下去 扭下去的上順度 不夠 做得不好的那一隻 而相對另一邊 就是這隻 如果本來是可以的 相對型號 有一個Model number 看上去是一樣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互調 你經常用的爐 就會起死回生 但現在問題是這樣 這兩個是同樣大餅的 但是 這兩個按鈕都同樣出現問題 而它 已經是沒有辦法再對調了 因為 另外小爐餅那個 是另一款式 來的 不知是沒得足夠了 買一個這樣的按鈕 不便宜的 除非你去街上撿到過 因為很多時候型號是一樣的 這個 簡單 這裡還有一個說明書 丟了 廠方的一個電腦圖 放在這裡 整體來說 這個爐頭是報廢的 因為連續兩個按鈕都報銷 沒有辦法再互調 唯一可以要得到的 就是爐餅 你可以保留它 因為是很全球的 用爐餅式的 不是大便小便 另外可以保留的 真是沒有東西了 這部整體就會變成一個垃圾 這個垃圾 如果是住在萬感市 你是需要call city 告訴它 你幾時幾日會放爐 它們幾時 pick up 即是它會告訴你 例如15日有一個 pick up 你就在網上交 好像10元 網上交10元 那你前一天就放出馬路邊 它就會撿走了 但是 其實很多時候 你放出馬路邊 已經是有些收買爛銅爛鐵的 那些 它知道 City是何時收垃圾的 收那件大垃圾的 它會早前一天 前一晚 在附近兜 就預先把這個東西撿走了 因為本身的鐵是值錢的 當爛鐵賣 都差不多了 沒什麼好說 有些人會這樣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拆掉裡面有一塊肌肉 以我整個個案子來說 我的按鍵是壞了 這塊電腦底板沒有壞 本身這個底板 網上也經常在賣100元 你有沒有興趣拆掉它 然後在網上 譬如是 Ebay 這樣放上網之後 慢慢等人買 這個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 我想你不會 我只要告訴你 有人會這樣做 還有什麼 沒有了 沒有了 那些東西都差不多了 我想我不會拆掉 我會嘗試 譬如在網上 好像剛才說的方法 你就預先叫做市場 給你10元 如果你在 Richmond Hill 應該是不收錢的 你告訴他 哪一天 他告訴你哪一天 會收這些 appliance 你放出去就可以了 所以每個市場的做法不同 但是這樣 另外一方法 就是我直接上網 搜尋 那些人可以給他電話 喂 我有個爐頭 你要不要 不穿的 那你和他可以安排 時間 他去你家門口 收拾了他的 好了 這條片拍到這裏 長奶奶 是嗎